我也有一個有含煤精的東西 對 但是它的重點在於 它是有80種的蔬果的酵素 它是蔬果的鹼性酵素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我們的體質都是偏酸性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樣子的蔬果酵素 再加上煤精 它可以 它雖然是酸的 但是它事實上它是鹼性的 這樣子兩個中和在一起 就可以讓我們的體內 又有可以攝取到豐富的膳食纖維 然後那個煤精對我們女孩子的身體也很好 因為我以前就是不太有時間吃蔬果 然後我又不喜歡喝水 所以現在有這個東西很好 我每天早上起來 我就要跟自己講說 我就搭配 因為水對我來講沒有味道 我就不喜歡喝 可是我如果加了這個蔬果鹼性酵素的話 就有味道 因為它裡頭有煤精 所以喝起來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後我就至少我可以先起來 我泡這個 我就一杯水我就先喝下去了 那幫助我的腸胃蠕動 那晚上的話 可能就是飯後 我們可以再加一些東西 優格什麼的 都可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吃 那裡面有益生菌嗎 裡面有益生菌 它裡面也有鹼性的蔬果的酵素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你知道嗎 它所有80種 我們說不要說一個星期 你一個月都吃不到80種蔬果 對 真的 然後它裡頭 尤其對外面外食族那根本不可能 對 它又有16種益生菌 讓它有五種所謂的消化酵素 對 所以基本上它這樣子一包 好棒喔 熱量又低 不像你去買一些什麼飲品 它裡頭可能糖分太高 它這個就42大卡而已 就是非常熱量非常低 所以你也不用怕發 酵素加上的跟它什麼益生菌對不對 對 那兩個加在一起 那不就很厲害了 這個東西應該叫做 保養腸胃道的套餐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單點嘛 對不對 但是它是一個 從頭 就是整個腸胃道 從頭到尾的一個保養 像益生菌的話 我們都知道 腸道的菌相只要好 我們身體就會比較健康的效果 對 所以其實這整個就是一個 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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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老化 又排便 然後人又越和越進去 那你這個是怎麼樣 那個味道 你怎麼吃法 通常呢 譬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放包包裡很方便 你可以搭配綠茶 或是就是泡水 或是甚至於 汽水也可以啊 你只要喜歡的你就倒進去 但當然啦 我們就是盡量會是無糖綠茶 或是水為主 那或者是你早餐 也可以優格 你就直接把它加進去 優格 因為它是有梅菁在裡頭 所以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它是像一個醬汁這樣嗎 對 像是一個醬汁 就是把它放進去 很搭耶 就像梅子優格的感覺 是不是 梅子綠茶 梅子清安 那我是梅子汽水 大家汽水不好喝 你們放在優格裡面 那個就絕配啊 對啊 講說80種酵素 對 16種抑生菌 80種蔬果酵素 16種抑生菌 5種消化酵素 OK 這些種類意思就是怎麼樣 我越多越好 是這樣看嗎 應該這麼說好 現在的飲食都是 偏向於不均衡 所以其實 像酵素這個東西 也不是說單一種酵素 就可以幫你做所有的工作 因為每個酵素 是有它不同的功能 像有人專門分解的澱粉 有人專門分解的蛋白質 有人分解的脂肪 功能性 是因為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不是單一酵素 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 如果我們攝取的 益生菌 或者是像一些酵素 比較多樣化的話 也就是相對來講 會比較容易補足到 我們自己本身補足的部分